最新娱乐资讯,狼牙榜之方起长林,在萧原起谋逆的最后关头,萧平京平一块无实际号令意义的长林令牌,可号令天下兵马请王,律五百人去跟萧原起叫板,单凭长林起号,就能威慑七万叛军,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浩然弟弟此刻身着的盔甲,正是黄晓明第一级重剑时的那一套,身上的剑孔还赫然在目。 所以萧平京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萧原起也不是输给了萧平京,而是输给历京四代承袭至今的长林精神,表面看上去,萧原起的失败似乎有无数巧合,无数曾经看似搅浑水的角色,纷纷为正义一方慷慨助力,比如上一集还胆小迂腐的晋大人突然化身百米冲刺选手,将个人安危抛住脑后, 才能第一时间带月银川进攻,带出天子宝印,比如一贯美主义的小皇帝,这一招也是临危不乱,宝印一出,即便他遭遇不测,刘浩然或者其他秦王大军,也不会失出无名。 萧原起逼皇帝退位也没那么简单,天下悠悠之口,也没那么容易被萧原起控制,还有从头蠢到尾的太后最后关头突然醒悟,一怪重视皇家威仪的荀太后,干脆利落地放弃皇陵宗庙,以保其子弟威尊严不失,皇太后以此谢罪,让萧原起起兵失出无名,也让军心第一次发生了动摇。 同样的,寻安如的自杀时机也是选得非常妙,他不可能是故意呼应平坚和寻大统领,但恰好为二,仁争得了最宝贵的时机,这个世界上本就有无数巧合,才有了无巧不成书这样的说法,并且寻安如的死,再一次动摇了以敌明为首的一派人的军心,让他们知道,原来萧原起挟持皇帝也是在给自己留后路, 相信迪明最后的反转,一定也会是对萧原起非常致命的一击,但除了以善种种,让萧原起毫无招架之力的,归根结底还是长林二字,此处的长林不单单是一支做战能力超强的军队,基本可以看作是正义的化身和民意的所向, 失去了天时与人和,即便占据功成,萧原起也毫无胜算,有人说萧平经这一支秦王大军是不是召集得太快了,其实一点也不快,从实际上说,长林军明号被撤的时候,长林各营已被打散,甘州营救部也不是远在北京,大家从四面八方一同汇聚而来,反而更有戏事, 而从精神层面上讲,这一支长林军成席赤燕军军魂,从林帅到梅长苏,萧景衍,再到亭生父子三人,历经四代六大名将调教,在当时大概是跟天兵天将,差不多一样神话的存在了,而这种成席,是刘浩然终于戴上梅长苏留下的赤燕军手环,拿起父亲留下的长林令牌,甚至带小皇帝出逃, 也是使用了当年靖王府到苏宅的暗道,这些高人,这些情义,萧人岂都不曾拥有过,所以面对长林,他的恐惧中还有很多自卑之心,也正因为如此,当迪宁站在城头看,见长林军其实,心中恐怕生出的是,站在曾经偶像对立面的复杂心情,他身后的无数小兵心中的惶恐和后悔恐怕比之更甚, 萧人岂失了军心,不得民心,即便杀了萧人时也是称帝无望,最终,不是萧人岂输给了萧平经,是阴谋党争,终究不敌光明磊落的情谊,更多娱乐资讯,电视剧解读,欢迎订阅娱乐小工举,每日更新哦!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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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